夜市人擠燃 越夜越熱鬧 各種小吃攤伶俐 台灣夜市成為觀光文化 在台中最經典的莫過於冯甲夜市 成為旅遊景點之一 根據台中金發局統計 包括冯甲 北屯捷運總站夜市 東區漢西夜市大甲匠公路觀光夜市等 台中只有十一場夜市合法持有執照 近三年來 台中也有不少夜市協業收攤 二零二一年八月開始 金發局逐一稽查 清水大秀夜市 清水國中夜市 西屯區中科東大夜市 短短經營三個月被迫收攤 都是因為地幕不符 二零二二年太原夜市 因建商買地 夜市經營無法再繼續 童年豐源太平洋夜市 也因為地主不續租收場 經營三十年的日南夜市 也被因地幕不符合 在二零二三年圓月結束營業 我主動的一個排查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為違反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像是在住宅區還是農業區 還有一部分就是地主不成租了 像是太原夜市 如果業者有意要合法 都會盡力來協助 台中一共有四十三場夜市 只有十一處合法 等於多數地區型夜市 不論在地幕或執照上 都是違法營業 但要取得合法資格 在水電用度廢棄物與動線管理 等層面都要受到監督 夜市經營看似熱鬧 但取得合乎法規的用地 讓攤商營業能做到細水長流 也是經營者的一大考驗 三星五宗的謝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